HELLO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由 Wargaming 以及 TESL 聯手為各位帶來的 WGL APEC ASIA 黃金級第四週第一天的比賽賽事 我是今天的主播Cisco 而在我身旁的則是我的老搭檔JJ老師 JJ老師你好 Cisco好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賽評JJ JJ老師 我們的WGL的賽事也慢慢快要進入末段賽程了嗎 對 上個禮拜已經跟大家預告就是已經是在季中 因為我們在今年的一個賽制裡面都是每一季都是六週 那在這六週當中我們在這一季又改成了就是黃金組的一個小組賽 那等於說這裡面的八支隊伍 這八支隊伍是經由這預選賽選出來的最強的這八支隊伍 那他必須要面對其他也是來自於強權的其他七支隊伍 要在每一戰裡面都要必須要全力取勝 因為其實在這樣小組賽裡面只有一個巡迴的一個狀況之下 並沒有太多的時間讓你去試戰術 或是適應對方的一些打法 或者是即將接下來如果會遇到 不知道會不會遇到9.3 那這一個版本沒有遇到9.3 相信下一季一定還是會遇到9.3 這樣一個還蠻重大的這種改版的這個Patch 因為其實對於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三台的這個八支清坦對於整體的 不管是野團也好 乃至於我們主打八支這種WJR的一個正規賽制裡面 其實這三台車的這個 我相信能夠對於整體的比賽的這個差異性會造成很大的變化 那我們看到這是我們本季的賽制 來請JJ老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那這邊的話就是在本季裡面已經加入世界大賽的一個賽制 必須要全數殲滅敵人以及或者是佔領對方的基地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勝利條件之下 在7分鐘裡面要達到這兩個勝利條件 不然的話就是雙方會取得平手 平手的話就是看到最後一行制 就是平手的時候是雙方都會取得一點的積分 那我們是單循環的一個積分制 勝者拿三分敗者是零分回歸 那所以在這六週裡面總共每一隊都會打七場比賽 那七場比賽裡面當然最多就是21分 如果你已經拿到21分的話代表你一定是鐵定晉級的 但目前來說還沒有這樣的一個隊伍產生 那在這樣的一個規則裡面是絕對會分出勝負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是我們黃金級到目前為止的一個賽事戰況 Elon以兩勝一敗一合七點積分佔據第一 Team Efficiency則是緊追在後兩勝一敗一合也是七點積分 可是比較勝負關係是一弄勝出 那來自日本的全明星隊伍夏洛特老虎 則是兩勝一敗六點積分緊追在後 而來自於澳洲的隊伍Number兩勝兩敗六點積分排名在第四 那來自於新加坡的隊伍Intense Hunking則是一勝零敗兩合五點積分排名在第五 來自越南的職業隊伍NVDA ASS則是一勝兩敗一合 四點積分排名在第六 那目前我們最關心的PVP Superfriend則是本季出師不力 一勝兩敗零合三點積分排名在第七名的位置 而台灣的隊伍GashPlusNight Eagles夜鷹真的要多加油了 目前是零勝兩敗一合僅獲得一點的積分 對 看起來這樣的一個在上禮拜就講到 Night Eagles這邊要好好的加油 在後面還有四周的一個機會 他總共出賽的是三場 那在接下來的這三周要好好的加油 每一場基本上都要贏才會有機會進到前四 對 基本上就算沒有進到前四 最低標準也是要想辦法維持在第六名的位置 對 五六名是會跟我們的白鷹級的第一二名 第三四名 白鷹級的第三四名去做這個升降賽 那白鷹級剛剛提到的 大輝提到我們這個白鷹級的這個裡面是 目前領先的是One Block跟From Mission 那前兩名如果賽季結束的話 這前兩名就會進入到黃金級 對 From Mission跟Horseman目前二三名是同樣戰績 是六點積分 兩隊我記得還沒有交手過 所以目前為止還沒有辦法分出勝敗關係 所以只能並列 而第四名的隊伍來自於新加坡的 The Coalition Singapore 則是一勝兩合一敗五點積分 緊追在第四名 LOD則是一勝一合一敗四點積分 來自越南隊伍Liberty125 則是一勝零合三敗三點積分 緊追在後PVP Super Friends的二軍要多加油了 一勝零合兩敗三點積分 在降級區裡面 而Pacific Ring Gaming這支隊伍真的有一些些的淒慘 至今也是沒有開戶 只取得一合只有一點積分 對 他的駕駛員應該還在跟環太平洋 還在精神同步 還在同步 希望後面的三周能夠趕緊追上來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場對決 是來自於菲律賓的隊伍PVP Super Friends 對上越南職業隊伍NVIDIA ASS 雙方的選BAN圖 雙方分別BAN掉了Winberg以及Stabs 這兩張地圖 第一張地圖則是在Himmerstolfe 第二張地圖在MICE 第三張在Cliff 第四張在INSK 最後一張則是在Porkrovka 那雙方的選BAN 雙方BAN掉的圖都是蠻正規的 都是Rinberg以及Stabs這兩張地圖 對 不過這邊又再度看到PVP Super Friends 今天的一個出賽 對上NVIDIA ASS 他必須要全力取勝 其實在後面的一個隊伍裡面 他如果想要打 所謂的季後殺 我們都知道 在前幾季裡面 我們看到PVP Super Friends 都是一個拉尾盤的一個隊伍 那看起來 最近的一個境況 是稍微正常一些 在前一場比賽 對上移動是很可惜 最後以3比2吞下敗擊 不然看起來前面幾場 跟Elon打的是有來有回 對 多少都有一點 多少都有一點點 感覺到勝利的希望 可是就是感覺 永遠就是差這麼一步而已 對 不過看起來 他的一個至少 他打起來的一個打法 是比較有自己的風格了 對 那現在雙方選手已經準備完畢 那我們直接進入在 Himmelstuff的這一場比賽 對啦 剛剛講到一半 就是PV Super Friends 又要再度在城鎮戰拿下 是不是能夠拿下第一場的這個城鎮戰 我們就要看一下 他是不是能夠碎變成功 除了這個原野戰部分 城鎮也能夠有一套的打法 好的 先來介紹一下 雙方的選車以及出生點位 出生在地圖 北面的藍色隊伍 就是來自越南的隊伍NVIDIA ASS 熊的車輛是三台 50-100一台 IS-3一台 KV-5 然後兩台的T1 而在南面的紅色隊伍 則是來自菲律賓的PVP Super Friends 選用的車輛是三台50-100 兩台IS-3以及兩台T1 可以看到目前 NVIDIA ASS算有選用KV-5 不過沒有想要搶攻的意圖嗎 看起來是沒有 KV-5是往外派應該是來去守 C3的這個窗口 不是 它是跟 取代本來的一個 50-100的位置 對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C3那個窗口 風險太高了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把車子拍過去那邊 因為那邊很容易成為第一波 集火第一波損失的目標 這邊Delta縣市有派了一台T1車在看守 那看到對方是轉進到中央公園之後 對隊友做一些提醒 他應該可以往後撤了 但是他持續的在前方做 他應該是撤不掉 所以他又回來這個窗口 因為往後撤的一個同時 就會被T1車 被IS-3給收掉 他媽路彈了C5一炮 這位置運氣還不錯 剛好是打到這個所謂的縮型 縮型裝甲的左側 對 這時候剛海神波曬頓的T1車 也趁機沿著7號線往後退掉 這個 這隊友掩護相當的到位 這斜線 斜線像剛好不要退掉 運氣蠻不錯 就是窗口其實也沒有那麼好瞄 那還說RES已經推上來了 50-100應該是在等待 山上推下來 那其實之前PVSWFRENZ在這邊 破過一次西北角的防守陣型 但這一次之後都沒有用過 那兩台的KV5去做破陣 那不知道是不是有新的想法出來 已經看過第二次他在 這樣子一個陣型上面 是選用兩台50-100 特別是一台會從三下進攻 那這一次BEDMAN是選用了一台50-100 做一個主力輸出 91ST好像有看到ROBIN跟BEDMAN的T1以及50-100 應該是有看到 應該是看到了 對那這ROBIN的掃雷動作做的不是很確實 因為在0號線其實是要讓T1車先做掃雷的 其實剛剛雙方都有看到 但是BEDMAN選擇是自己過來壓進 可能不太想要撕掉這台T1車 所以應該是待會的意圖 有可能ROBIN衝進去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再使用 在A6點位有一個 算是小車庫可以讓T1車擋進去的一個位置 也有可能 不過我在想 這場PVP SUPER FRANCE 之所以沒有使用兩台KV5去強迫 也有可能是因為要顧慮到NVIDIA ASS 在地圖北面的一個習性 他們有可能會選用KV5硬壓的陣型 那如果這時候自己選用兩台KV5 想要做西北角強迫症的話 那就剛好正中NVIDIA ASS的下懷了 這也是有這樣的可能性 但是 這一機裡面已經是選用盲選制度 那不知道說是不是 有猜測到對方的一個意圖 那看起來 接下來PV SUPER FRANCE會怎麼做 就很令人好奇了 因為 背面剛剛50100丟了一發彈藥 那如果是 隔50秒後再做進攻的話 想必是他 打完T1車的當下就已經RELOAD 理論上來講這時候會RELOAD 因為這個時間點 NVIDIA ASS不太可能主動出來 正常的隊伍 喔! 背面這邊要走 這時候走到應該是沒有人了 應該是知道對方 有一個窗口是沒看的 沒有人 沒有人顧的 那ROBIN這邊經過之後 塞進這個停車格 OK 相當安全的感覺 對這個位置還蠻驚險的 那等一下他剛好車屁股一出去 炮毯的視野檢測機制 就能夠確認窗口有沒有塞車輛了 那這時候PV SUPER FRANCE 開始做一波集結 所以要準備從5號線發起總統 對他剛剛經過8號線 BANANA線的時候 應該有看到對方一台小T1 擺放在那個位置喔 那這一次NVIDIA ASS 擺了一台T1車 在8號線這個點位是蠻奇特的 對真的有點奇特 然後還神波賽頓這個T1 我在猜想在T1 第一個除了看8號線出來 還有一個意圖就是 等大部隊過去之後他要做反散點 這是有這個可能性 那在這個位置上面 C5M開了一炮 C5M是選用一台S3 在這個窗口 防守是沒有什麼問題 但後排應該是一台50100 對 The Cirrus的50100在後面 第二個窗口掩護他 剛剛C5M開了一炮 這個位置不太對勁 應該是做一發盲射喔 可是那個位置是完全沒有車的位置 應該不用盲射 對 因為如果有車的話 這邊看到這邊雙方已經開始交繞 開始交繞 那頭直接壓了上去 把C5M給頂了回去 這時候Tedamaru也配合上來 把兩根合力 把C5M還有The Cirrus 喔 這樣的一個破證方式 倒是第一次嘗試喔 兩台的S3都是遙遙相望 隔著這個窗口其實 兩邊都不好打 那開始之後 站點會逼對方回家的 反而是PVP 這邊直接衝進來 那這時候的咒斯惡被斷腿 還有Headis能夠撐多久 會是關鍵 往後收喔 不打咒斯這一台 KV5 KV5是暫時只是把B回去叫 但是Headis的 Headis的50-100血量掉得很快 剩下301滴血 一下就一發就被帶走 扛炮之後 Liton Mag再出去做一輪輸出 I3扛炮50-100做一個輸出 這邊看是不是能夠先將後排的I3的C5M給打掉 但這邊的一個叫他掩護 叫他做得相當不錯 但是這時候T1車已經掉了 這是這個戰術很致命的一點 但是咒斯隨時會倒下 這時候Headis先倒下 咒斯也跟死倒下了 現在目前為止這一波換起來是一台T1車換掉兩台T8車 這一波很有可能會破陣成功 Tedamaru要上去要了結到 這台 這邊是打偏了是蠻可惜的 Tedamaru應該是面對的是一台沒有彈的50-100 這個The Serious很明顯這動作就是沒有彈了 Tedamaru有沒有辦法再來一發 這一發下去精準的命中還有211滴血 這是相當精準的一發表現 但是Serious已經弄好彈了 但是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射角 對 但是可惜他Tedamaru已經弄好 直接一發把這個 最後只剩下一台沒有彈的50-100 看起來PVSORFREENDS又再度為大家上了一課 對PVSORFREENDS這場應該可以用站點拿到勝利沒有問題 你講這個就算弄好也應該是無際於是因為 入口已經被卡死了 4秒 3秒 2秒 1秒 時間到 恭喜PVSORFREENDS拿下第一場比賽勝利 因為趕快基地完成佔領 對 完成佔領之後又稍微等了一下這邊 Capture之後又開始倒數5秒 另外一台車被擊斃喔 對 這個時間點其實50-100 6發彈藥真的要 能夠在最後時間收頭 那真的是最後站點的車子都只剩下一發 才有可能讓他一個人1打3啊 那個機率不是很大 不過實在那個機率不會太大 那重點就是其實剛剛可以看到 剛剛可以看到這個PVSORFREENDS進去這一波 蠻有創意的 因為我們一般都認為說窗口裡面兩台車要先吃掉 可他們只是先把他頂回去而已 這點真的蠻有創意的 對 所以其實一般的一個陣型 西北角防守陣型 都是使用兩台IS-3在窗口做防守 那這邊改了一台是在用50-100 那另外一個IS-3的位置是用KV-5去做代替喔 所以在這樣一個防守陣型上面 理論上啊你在一個防守陣型擺一台KV-5 應該看起來是血更厚更難打的 沒有錯 但是在瞬間活力輸出上面 你看到PVSORFREENDS也不會正中下懷 就將所有的一個彈藥都打在IS-3身上 那比較好做射擊的是LITOMAK的50-100 但是他並不會在第一個時間點出去 想要很急於將六發彈藥打在對方身上 而是讓自己的IS-3 跟對方做完換炮之後 利用這樣一個炮火鍵隙再做兩發一個射擊再縮回來 這樣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你發現在前期 由於我們的NVIDIA ASS急於想要 破對方的一個強佔點陣型 所以將所有的注意力都擺放在T1車身上 那一旦轉移的這樣一個注意力 那就是在第一波像剛剛Zico有講的 兩台T1車換兩台T8真的是划算得不得了 對其實剛才是NVIDIA ASS 自己掉進自己的陷阱裡面 那個是打一直線原本是NVIDIA ASS 希望看到PVP進來的位置 反而變成是NVIDIA ASS 自己進去被PVP打一直線的 所以相當的可惜 那我們恭喜PVP SUPERFREENDS 拿下在Himmelsdorf的第一場比賽勝利 那我們休息一下之後再回到比賽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 欢迎回到WGL的比赛现场 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 PVP Super Friends对上NVIDIA ASS的第二场比赛 地图则是在MICE 那在前一场比赛Himmer Stove PVP Super Friends打出一个很漂亮的 破解西北角防守阵型的一波攻势 对我不知道其他伺服器会不会看亚洲伺服器的比赛 尤其PVP Super Friends对于在世界大赛之后算是一战成名 那在往后的一些 为什么我们都很关注他 就是因为其实他的一个效果蛮好的 那在现场 尤其是对于亚弗拉尔说 PVP Super Friends这一队还蛮特殊的 那在线下赛以及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比赛里面 往往会打出一些令人惊艳的一个结果 那在第一站地图在城镇站里面 这一次的破证是有成功的 那我觉得差异很大的是在比较靠北边的那个窗口 是不是有一台 没有一台战车是靠着窗口去瞄准A号线的底部 所以那样的一台T1车直接过去探查到你这边没有 车辆是能够在第一个时间点攻击到的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结果上面 我觉得也是稍微有一点差异 它也不算是NVIDIA SS也不是一个标准的西北角方的阵型 是稍微有点变动 那要看一下下一次如果遇到 别支队伍运用这样一个阵型的时候 这样的一个一套逻辑是不是能够再度的生效 看起来是蛮有趣的 因为是用两台S3跟对方是反正就对跑一打一 那其他的三台车就是 你已经变成说反而是将 对方的家中当成你自己的家 然后三台的50100已经摆好阵型 等对方一致冲进来 那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其实也不能讲说是NVIDIA SS的失误 应该讲说是 PEP Super Friends的 ANATOL跟TEDAMARU两台车 有先进去把窗口给逼退了 这一点很关键 对啊 不是说失误啦 就是它的摆证是有一点关键 有关键的差异 那在第一场比赛里面 HEMISTOFF这样的一个 新的一个破阵思维就至少我没有想过 可能大家大大们有想过 对于这样的一个阵型上面有破解 那后面 再来看一下是不是大家都 还是会在北边就 一如往常的都一直在用这个西北角放手阵型 我觉得在 一阵一阵的一个战术遭受破解之后 大家都会做一些改变 尤其是像MICE这一个 利久迷 利久迷摔的这个地图 对其实这张地图已经打了很久 从OpenCM打到现在但是他的战术变化性还有可看度还是很高 对啊 虽然说大家的 在9.3改版之前应该不会看到什么其他的新的车辆 但是在这张地图里面有太多精进的到可以 去讲的这些战术 那我觉得 对于PP Superference来说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台的1390在 西边的一个岛屿做一个控制 然后对于 南加的 防守 上坡这种防守的这个 远距离Poke 是能够做到一定的火力压制 不管怎么样啊至少如果有一台1390能够顺利的 控制到西边的这个小岛之后 那做完一轮的输出其实对于 正面的 双方交火其实就有很大的一个效益在 那这边看一下 PP Superference在 做了这么多改版之后可能 离这样的一个 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战术应该是Tank Asia的 第 一季吧 应该已经经过了第三 差不多经过三季 也就是 三季就差不多一年了吧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样 看他现在的一些思维是不是 会做一些改变 那 现在差异最大就是迈时代地图改动之后 两边 抢三 应该说 除了地图改动之外 还有 三波上的 战术 战术的这些 改变之后 其实大家 对于抢三来说 就 并没有那么多执着 对其实 抢到三只是抢到一个战术主动权而已 那 后续要怎么样打开战局 还是要靠 指挥官 现场的判断 才办法去打开战局 因为 其实三只是一个战术的一个 主动点而已 你有了三你可以控制整个视野 还有整个部队的走向 可以压制对方 可是那你知道要怎么破证 那就是 指挥官要去考虑的事情 对因为就像 之前 像我们刚讲的 就是地图改动之后 对于 整体的一个电竞赛事来说 是在卖这张电竞其实改变蛮大的 那除了刚讲的这个抢三之外 还有就是 下山坡的时候 这些滑下山的 角度 以及 点位必须要选得 选得很精准喔 不然 就会发生T32 摔死 然后摔死的惨剧 对我还记得在 Open Season的时候 还有传说中的 大家一起推一台T1车上去 对 那个真的是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 其实在之前Tank Asia的时候 还蛮多 这种 利用 两两互助的方式 进入到一些很奇澈的点位 就一般 玩家不太会动摇的点位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身为电竞选手 跑图这种基本功 所展现出来的一个部分 对 那现在双方选手已经准备完毕 那我们直接进入在MICE的第2场比赛 先来介绍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 出生在地图 北面的蓝色队伍就是来自于越南的队伍 NVIDIA ASS 选用的车辆是两台50100 两台T32 一台1390以及两台T1 而在南面的红色队伍则是来自于菲律宾的职业队伍 Tank Asia以及World Gaming League的传奇队伍 来自菲律宾职业队伍 PVP Super Friends 选用的车辆是一台50100 两台T32 两台1390以及两台T1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在这一场爆点会的时候这么大消炎 NVIDIA都讲超小的事 不是因为昨天晚上 来自于越南的队伍NVIDIA ASS 没有人care 那我们在另外南面这边就是来自于我们传奇的 PVP Super Friends 你这 不是你知道 你这个是NBA的主场吗 不是因为昨天晚上我看了 看了一项运动 不知道这一项有没有听估一下 UFC 是什么 M&A 就综合格斗技 然后看那个 他每次开场主持人 那种 报名唱名的方式 就想说今天也来玩一场 可是到 想到NVIDIA ASS的时候 我突然整个脑袋打结 想不出来他们的战绩 哇 这边宙斯 Emotals的战绩 其实之前都还不错 那这一季也是顺利进入黄金级赛事 那也获得了NVIDIA的一个赞助 有赞助有人权 不管他战绩怎么样 他就是有赞助 可是有赞助魔咒 传说中拿到职业赞助的队伍 几次最近的 最近的一个比赛里面都打的 在Mais这边都是打防守为主 其实蛮特别的 那在世界大赛的时候 其实我有问过Bandman 我觉得你们Mais打得很好啊 他们觉得自己Mais打得很差 不知道为什么 我既定印象 对于Mais这张地图来说 这就是一张PVP的地图 但是 对于他们来说 感觉起来在 近期的比赛有从 应该说是在世界大赛之前开始 他们就是打的一个 比赛属于防守的阵型 对有可能是因为今天的对手是NVIDIA S 这是在Mais 常常会使用各种 箭达出席弹战术的 队伍 所以常常会让 很多队伍若在Mais 对上NVIDIA S的时候 他们不会不敢做太冒险的 举动或是太正常的布阵 因为NVIDIA S就是有办法突破你的这个布阵 对上这种越南工会其实就是要 防守他们的一个传统的一波流 那在上个礼拜的一个比赛里面 对上这个 敲洛特老虎 NVIDIA SX给大家演示了一个什么叫做 瞬间集火效应在Himmelstorff这边 是拿下来的那场比赛的一个胜利 那不过 在Mais这边要打一波流 看起来 PVS是有备而来啊 对这个要打一波流的话 这看起来是不是因为 今天的一个组队是PVS 那所以第2张地图Mais就是 NVIDIA SX选的 那看起来是不是他第1张地图 Himmelstorff拿到一个绝对优势之后他是 将自己的一个战车是 摆放在一个比较防守的点位 那防止对方雷一波流进攻 以免就是在前期 两台的T32在 最前线就直接被 激活掉 也有可能因为这个毕竟MVDS是 近战 现场的一支队伍 海神波赛盾的50100 瞬间射了两发 但是Bandman更惨 瞬间被打到163滴血 这个 应该是被后面 Nikon还有 另外一台 50100 应该是 是Nikon的50100 还有 后面应该还有一台 1390要往前压了 对他应该是想要去收掉Bandman的人头 但是Hydroiris在这个地方保护 保护组织 那这边是两台1390打一台1390 而且有一个地形上来的优势 对Hydroiris这一波 如果海神波赛盾这时候出去 一定会被Hydroiris 抽到 直接抽到烂掉为止 那这边 血量是有优势 Bandman 这边又 远处 远方又传来一声 炮击一声 喔 彼岸来的枪声 这边是躲掉了 这边 这边是紧紧相依的这个 小石头 石头保护我 啊这边打掉了 C5N直接从山上 彼岸来的枪声 真的名不虚传 直接一发带走了Bandman 这手Hydroiris 也开始遭受Nikon 波赛盾两台车子的围攻 Hydroiris这边走不掉 看能够 换掉多少是多少了 对这应该没有 没有机会直接被 Nikon的50100一发带走了 三下这边也打起来了 那头跟 C5N开始对炮 就是Hydroiris要上去 抓准时间 看起来 直接要被收走 但是时间只剩下2分10秒 这边看起来 已经在做移动 8号现在 T1车开始要往旁边 远处走 这天涯海角就必须要藏起来 因为我们在这一季的一个 赛事里面 时间只有7分钟 对 那剩下2分多钟 做一波的进攻的话 我们知道50100是 漏断时间是相当长的 Tetamaru的T32347 应该 逃不掉了 还有没有 办法跟上 来不来得及 但直接被带走 Antair是已经往后拉了 Litle Mac Antair没有走 Robin躲在一个很阴险的位置 他是在想说最安全的地方 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地方 最安全的地方 但是 想也知道 有人会去搜查那个位置 Litle Mac直接被 C5N带走 这边看起来来得及 将两台的小T1给带走 那Antair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间点才要做一动 应该很容易被探查出来 这个 就算是站点也来得及 这边紧张了 Robin在桌底下 表示外面有好多坏人 妈妈救我 是是是 其实他不用 不用再去做追查了 不用再做追踪了 因为最后时间还有一分多钟 直接站点就能够 获得这场比赛的一个胜利了 对那这场比赛 应该会是 由 NVIDIA S 拿下斑屏比数 没有问题 站点条 还有14秒左右 这一场比赛 PV Superference 是没有问题 应该会 拿下败仗 看起来他们的一个 打法来说是稍微 稍嫌 被动了一些 太被动了 整个自己的视野都被压缩掉 让自己 的步阵慢慢的被 包围被摸摔 再让Entire躲掉两发弹 这时候应该带不走这人头 站点完成 OK 时间到站点完成 那我们恭喜 NVIDIA S 搬屏比数 那现在 赞成1比1平手了 对那在这边的一个赛事里面 感觉起来 PV Superference 在麦子这边 初期是打的比较 防守一些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在 选择上面 尤其是两台的 1390 如果要做 西边的一个 防守跟控制的话 你要么就往后 走到 比较后排的一个聚集点位 要么就 两台一起 对于西边的岛屿 做一些控制 打的太 靠后的一个同时 其实对于 整体的 整体的一个 防守阵线来说 两边反而是 1390 虽然说在 同一个岛上 但是是 射角是完全被 拆开来的 对而且两台车是 后面没有车辆做掩护 通常来讲两台1390在岛上 后面会有车子来做掩护 来帮他做 活往的交叉设计 在1号线这边是 支援不到 但是 我觉得比较 关键的一点是在 山上这一边 是没有 两台的T32跟对方 在做互相抵制 导致对方在算是比较 居高零下的一个 角度上面才能够 越过湿头 然后刚好削到 1390的头皮 对其实如果真的要这么摆 我会建议说 这两台1390 就完全不要去岛上 在K4那个点就好了 对在K4往后排做一个设计反应 对方不知道该 该不该往下推 那其实在野团里面 还蛮常遇到 就是 的确后面都会有一些TD在后排做 架枪线的动作 那 当你跟对方的 可能是两台T32在 互作露头设计的时候 后面大管的 可能是比你高两阶的这种TD 直接 对你的头 或者是甚至 有一些高穿的这种炮盾 直接对你 后盾直穿 那才是比较糗的 那在 这样一个阵型上面 我觉得PVP在MICE这边 感觉起来 有点想拉平 那这种防守阵型来说 刚好还是被 NVIDIA SX 逮得正早 那最后面的一个残局处理 我觉得 T1车的一个处理 没有来得特别好 对 那我们还是要恭喜来自越南的NVIDIA SX 拿下第2场比赛 现在扳平比数 双方赞成一个1比1平手 那我们休息一下就再回到比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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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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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